美女直播桑桑拿 却不料脚底一滑 一头塞进120度的石头之中 乖当 就在刚刚 一位百万大网红 向粉丝们炫耀他刚买的大别野 供一个桑拿房足足有30平 然而还没得死两秒 突然别野开始地动山摇 一个颠簸下一秒 他的脸直接摔在了滚烫的石头上 晕了过去 粉丝直接滚滚白烟不断冒起 受到惊吓的百万粉丝 纷纷拨打了求救电话 然而却没有一个能说出网红女孩家在哪 无奈监员只能根据网友提供的视频照片 寻找蛛丝马迹 很快监员便把范围缩小在了方圆三公里 可监员此刻却更惆怅了 因为这三公里内有数千栋别墅 究竟是哪一个他们无法确定 就在这时 女孩的父母得知消息赶了过来 可通过沟通得知 女孩并不是什么富豪 而且现在还是个学生 怎么可能有钱买大别野 目前父母留给佛格勒的唯一线索 就是女孩开了那台八手汽车 时间紧迫 全身警力倾巢而出 只为不放屋每一条街道 寻找女孩的那辆八手车 终于在三个小时后 消防员发现了那辆红色mini 当消防员走进院子说明情况 庄园工人却表示房子还在装修中 不可能有人住在里面 好在队长一再坚持 消防员走进去 果真在卫生间发现了女孩 但三大房群死活打不开 也看女孩快不行了 消防员只能强拆 经过一轮的火花带闪电 房门终于被打开 好在女孩此刻脉搏还在 但头部有撞伤 然而最为严重的 还属女孩那俊俏的脸 由于跟滚烫的石头贴合 女孩在右脸达到四级烧伤 消防员通过眼水的降温 将女孩的脸皮从石头上扯了下来 女孩被紧急送往了医院 只是不知女孩醒来后 会不会对她愚昧的行为感到懊悔